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修炼势力 其他的四个学员也是被这突如其来的动静经着从修炼状态中苏醒了过来 而当他们的目光瞧着硝烟体表的能量漩涡后都是一睁 玄机满脸的羡慕 显然他们也知道这个动静代表着什么 一个学员望着那疯狂吸收周身能量的硝烟不由嘀咕着 嘿 这个家伙不吃不喝的修炼了将近四天时间了 真是个怪胎 没错啊 从硝烟四天之前来到这个修炼室 就是没有挪过窩 而在这四天之中 其他四名学员都是外出休息了好几次 方才继续回到塔中修炼 而硝烟呢 却是在他们惊恶的目光中一直修炼到今天 其间无非是因为硝烟呼吸依然平稳的缘故 恐怕呀 他们都会吓得向塔中的导师汇报 有个学员不行了 在塔中修炼四天 不知道是死是活呀 一个面容较好的娇俏女子 眼睛盯着硝烟的面孔 小心翼翼的说道 哎 我今天呢 打听过了 这个家伙是今年这届新生人物的领头人 叫硝烟 实力强横 据说连白帮的富翁都被他给打败了 啊 原来他就是硝烟 哎呀妈呀 对于他的传言 原本我可是不信的 可是如今一见 看来应该不假呀 文言另外三个男学员脸庞上涌过一抹震惊 显然虽然他们并没有加入任何势力 可是对于硝烟的名头却依然感到不陌生 那名女子把手指放在嘴前轻声说道 噓 你们都小声点 万一打扰到他晋级 那我们可就麻烦了 对对对 其余的三个人微微点头 他们同样清楚 要是把人从晋级状态中打破 那将会让人处于何种暴怒 硝烟的气旋中 痘气依然不断的施放着 那经脉之中的痘气已经尽数缩回到痘精中 而那些从体外源源不断涌进周身的痘气 却并没有如同体内痘气一般 把痘精立马吸纳 而是将之控制的从体内那缕无形火焰中穿过去之后 经过淬炼 然后再度循着身体经脉循环一圈 方才在硝烟心神欣慰的注视下 纳入到自己的痘精中 虽然没有人控制痘精的一切举动 可是后者却是把这吸纳运转淬炼等等步骤 进行的丝毫不差 而且其中对火候的把控能力 甚至是硝烟自己亲自动手 恐怕呀都难以做到这般完美 硝烟这撒手不闻不问的举动 貌似还正好获得了最大的成效 随着时间的推移 痘精之中所散发的吸力也是越来越强横了 而那从外界灌注到身体内部的能量也是越来越急速 若不是因为此地地形的缘故 无形火焰可以源源不断出现 或许连淬炼能量的火焰都会因之枯竭而罢工不干 这斗气实在太多了 而一旦无形火焰消散了 那么淬炼的这一步骤则会自动消失 到那个时候或许得硝烟亲自掌舵了 不然的话任由这斑驳能量进入斗经 恐怕不仅晋级无望 还会对自己产生难以弥补的伤害 身体内部以及外部 都是在斗灵的指挥下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这一次的晋级无疑是硝烟最轻松的一次了 借助着无形火焰之功效 他做了一次甩手掌柜的 当斗经之中吸力施放了将近二十分钟左右后 终于是开始逐渐减弱 而随着吸力的减弱 就在硝烟周身形成的能量漩涡 也是缓缓变淡 直至最后完全消散 最后一缕有些斑驳的能量 从无形火焰中穿梭而过 最后带着缩小了将近十倍有余的体积 沿着经脉循环了一圈 最后钻进了气旋的斗经中 而随着最后一缕斗气的灌入 略微有些颤抖的斗经 突然间其表面上所散发的豪光猛然大胜 灿烂的强光 把体内各个地方都照了个通透 而就在这扇奇异强光的照射下 硝烟能够模糊的感觉到 体内的经脉 骨骼 甚至细胞 都是在发出一阵不可闻的舒畅的呻吟之声 这奇异的强光持续了仅仅几十秒的时间 就缓缓的退缩 片刻之后光芒越加暗淡 直至最后彻底的消散 强光一消散 那枚隐藏在其中的斗经 就现出了本身 斗经一现身 便再度发出了一阵轻微的颤抖 一缕缕雄浑的斗气 涌动而出 最后如一条青色的红流一般 盘踞在经脉中 急速涌动穿梭 给硝烟带来一波波 极为充盈的力量之感 心神瞧着 这笔先前足足大了 两三圈的菱形的斗经 在感受着 其中较至先前 雄浑了一倍有余的 斗气的储量 硝烟不得长长的松了口气啊 这般辛苦的修炼 总算没有白费 随着紧绷的心 缓缓的放松 硝烟也逐渐有些 保持不住修炼的状态了 他灵魂一阵昏沉 玄机便从修炼状态中 退了出来 宽敞的修炼势中 硝烟 缓缓睁开了双眼 漆黑的眼眸间 淡淡的青色光芒闪略而过 他微微抬头 目光扫向 房间中的另外四个人 当瞧得硝烟看了过来 其他四个人赶紧转移视线 此时硝烟刚刚进击完毕 浑身的气势已经达到巅峰了 怎么是他们这些刚刚进入大斗师级别的人 能够抗衡的呢 硝烟没有理会四人 一口浊气 长吐而出 漆黑的眼睛 顿时变得更加忧深 与清澈 在他稍微适应之后 硝烟方才抽出面前的轻火金卡 毛子随意一撇 却是错愕的发现 上面已经扣了八天的火能了 啊 硝烟微微皱眉 他转头对着一名学员问道 你好 我修炼了多久啊 瞧得硝烟发问 那个老生赶忙老师的回答 四天 啊 居然修炼了四天了 难怪了 无奈的嘀咕了一声 硝烟心中却是暗暗有些欣喜 这才仅仅修炼四天的时间 就已经突破到七星大斗师的级别了 这要是放在外边啊 每个一两个月的时间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哎呀 这陨落心眼果然是有着无穷的奥妙啊 分化出来的投射体就能让人快速提升实力到这般的速度 我要是把它得到的话 那修炼速度将是何等的可怕呀 暗自赞叹了一声 硝烟站起身来 静止对着修炼室的外边走去了 不眠不休的修炼了四天时间 倒是也该暂时的休息一下了 虽然勤奋的修炼是很好的 可是硝烟却是知道过犹不及的道理 无论什么事情 适度则易 过度则损 硝烟走出了塔门 温暖的阳光泼洒而下 让他在塔内待了五天时间的硝烟 甚至有种想躺在地上不想动弹的冲动 他手掌拖着脸庞 硝烟的视线从指缝间看了看蔚蓝的天空 不由得使劲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 啊 在天坟炼起塔里修炼 固然能够让人得到极快速的速度 可是那种暗沉 确实让人太过压抑了 虽然内院也想到了这点 因此塔内的光线弄得柔和而不失阴暗 可不管怎么说 塔始终是塔 不管其中光线如何充足 可是对于一个人来说 那还是一个犹如囚龙般的地所 只有在这个外边 哎 望着广阔的天空 方才能够感受到心情的开阔 啊 难怪内院 想方设法要禁止学员 不要在塔内久呆呢 原来呆久了 真会让人心里出现畸形的 可容易呆傻了呀 暗自嘀咕了一声 硝烟这才迈开步伐 顺着道路 缓缓对着自己的盘门 所在的地区 快不走去了 这四天没出来了 也不知道轩儿他们怎么样了 想必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吧 心中这么想着 硝烟的步伐 却是不由自主的 再次加快的许多 这条路 来来回回的 已经走了好几次了 硝烟肯定不会出现迷路 这等错误 因此呢 在经过半个小时的赶路后 那新生的居住区 已经出现在他的视线中了 目光粗略的一扫 在未曾发现 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后 硝烟这才把胸口的大石头 放了下去 急速的步伐 也是缓慢了一些 他躲着悠闲的步子 缓缓走进了居住区 硝烟的脚步却是忽然一颤 眉头微皱的 望着那站在居住区门口的四名学员 眼睛飞快的在他们胸口扫过 却是同样发现一枚灰章 灰章 呈淡青之色 其中雕刻着一把黑色状的东西 这些家伙是属于什么势力的 难道又是来找麻烦的 心中闪过这么一道念头 硝烟脸色又阴沉许多 这些家伙也未免太他妈欺负人了 这三番两次前来捣乱 真当他们这些心声没有火气不成吗 手掌微悬 巨大的悬中池诡异的闪身出现 硝烟紧握着悬中池柄 脸色阴沉的对着门口四名学员大步走去 他脸上的怒意 任谁都能清楚的看出 此时门口处的四名学员也看到了硝烟当下一争 玄机四个人竟然直接冲他冲过来了 哎呀呀个呸的还敢挑衅 微眯着眼睛望着静止冲过来的四个人 硝烟脚尖一点地 忽然其身情刚欲闪略而出 对面四个人口中兴奋的叫声 却让他满脸的错愕 头儿你可回来了 手中悬中池猛的一触地 硝烟借此才把冲出的身形给指了下来 他愕然地望着未来到身旁的四个人 半晌后方才有些不确定地问道 你们是盘门的人 对呀 一个面貌虽然平凡 可是一脸灿烂笑容的青年挠着头 笑着点点头 希儿学姐说了 既然身为一个势力 那就应该有着属于自己的徽章 他说呀 这样能对加强成员对盘门的荣誉感和归属感 心里松了口气 萧衍有些悍然 自己这个当首领的也的确有些不负责任了 竟然连成员的面孔都记不住 还好先前自己把自己刚要动手的身形给指了下来 没有造成误伤 他的目光在这四个人身上走过 如今走得近了 萧衍方才发现 那徽章之上黑色的东西 不就是自己手中的玄重尺吗 而那淡青色的背影 则刚好和他的青莲地心火是一个颜色的 这个妮子呀 还真挺细心的呢 轻笑了一声 萧衍拍了拍旁边兴奋的四人说道 轩尔应该在里边吧 在呢 轩尔学姐在里边 如今我们盘门呢 也拥有了自己的护卫队 每天四个人轮流站岗方哨 保卫着居住区的安全 而且里边还随时有着十名成员待命 准备应付着呀 任何的突发状况 而其他的学员 轩尔学姐便派抢他们自由行动 趁早啊 摸清内院的地形 那个青年貌似特别的能说话 他一边在面前引路 一边犹如盗豆子一般诉说着 这短短四五天时间 檀门发生的新的变化 萧衍没插嘴 就这么安静的听他嘚巴 心中啊 却忍不住一阵赞叹 虚尔这个妮子还真是有本事啊 这才短短几天时间 就把盘门整顿的焕然一新了 这种手段 一直习惯独自一人的萧炎 还真是搞不出来 萧炎也没当过领导 在进入住宿区入口的时候 其他三名盘门的成员 停在这里 继续放哨 而那个很能说的青年 则一直在前面引路 直到把萧炎带到最内部的小阁楼处 方才停下了脚步 头儿 你自己进去吧 我还得回去站岗放哨呢 虚尔姐姐说了 只要放哨满三天 并且期间没有出现什么意外事故 就能得到一天的火能 现在这会儿啊 其他的兄弟们都抢着来干的 望着他那张隐隐有些迫切的得意的脸庞 萧炎张了张嘴 心中终于是叹服了下来 这个妮子呀 使点手段竟然会让那些枯燥的站岗的工作 都变得让人抢着来干 虽然这种手段吧 并不能算太过稀奇 可是那院中有几个势力 有魄力拿火能来作为奖励呢 他们自己都嫌不够呢 去过天坟炼气塔第二层的萧炎 非常清楚 那下面的塔层对于火能的需求 是何等的庞大 先前咱们已经说过了 越往下一层 要的火能的数目就越多 临走的时候 萧炎笑着问那个人 你叫什么名字呀 头儿 我叫铁木 以后有事一定叫我 就算打破 但是咱们盘门弟兄众多呀 被萧炎询问自己的名字 那个自称铁木的青年 憨笑着拍了拍脑袋 略微有些受宠若惊 好 你去忙你的吧 笑着点点头 萧炎望着大步跑出去的铁木的背影 再度被盘门的变化叹了口气 如今的盘门 充斥着一种颇为结实的凝聚力 而这种力量 方才是一个势力能够壮大的根本原因 萧炎心中微微一笑 转身推开阁楼的大门 缓步 走了进去 好了朋友们 萧炎和萧炎的盘门 在以后的日子要何去何从呢 与之后事如何敬请收听 《斗魄苍穹》 第三百五十四回 欢迎加入小赃同学交流群 一群105081369 二群160124178 三群136358417 和双词一起聊斗魄 一群30511 三群 一群 三群 十四五十六五五六七 二群 一群